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 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在诗意的世界里 让千古明天陪你天长地久 李清少的词是值得反复读的 读一次就与他更近一些 勇于乐 落日荣经 每当我读起这首词 我都仿佛能看到那个 与我年龄相仿的李清少 在那个日暮时分 人生暮年的他 看到日落 洒下一滴精髓 他曾在一千年前的西子湖畔 看过同样美的夕阳 落日荣经 暮云何必 西子湖畔 我仿佛看到 我仿佛看到落日 抓在他的脸上 仿佛能感受到 岁月在他的身上流过 人在何夕阳 北方的他飘步到此 客举杭州 这是他的异乡 却是我的故土 那天 他忘断落日 望尽天涯 却忘不到曾经的家 和如花美眷的年华 燃柳烟浓 吹梅笛月 春意之极雪月 你听到地声了吗 好像一声长叹 让萌发的春意 也上干了起来 这一句 让我想起李白的 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舞月落梅花 李白这样豪爽热烈的人 也经不住在笛声里 希望长安 笛声 总是让人想嫁 元宵家节 融合天气 此地气无风雨 北方的元宵节 还飘着雪 可这儿的元宵节 已悄然落雨 元宵家节 他一个人 看落日容金 一阵黄昏的雨 打碎了晚霞的梦 他用诗人的敏感 捕捉生活中的补盘 帕斯卡说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它 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 她是有思想的女性 她坚定又柔韧地 反观自己 来相照 宝马相车 谢她 酒棚失礼 我拒绝了所有 盛大节制的邀请 显得 有店不入群体 又不合时宜 谢她酒棚失礼 拒绝的 干脆又直接 敬得住繁华 也耐得住寂寞 只有内心 有巨大的能量 才能坚守 人格独立的自己 我只需 与金石 悲铁为败 那些流年 那些生情 都容紧记录金石 她 别处理 中州圣人 灰门多霞 记得 偏重三胡 偏重三胡 寥寥数语 就让那些 遗弃的青春模样 如灵目前 那个时候 我多爱袁小姐呀 月三五好友 带着最入室的法式 铺翠冠儿 念经许柳 初代 争记处 西伙真有福气呀 见过她 或许还倒映过她的样子 西湖的碧波 何必召见我 如今憔悴 风缓伤病 怕见夜间出去 直面熔岩的老去 李清照写得 不留余地 坦然 本身就是一种自信 怕见夜间出去 因为夜间相处最多的人 是她 我不怕面对木铁 我只是怕我面对一个 没有她的 自信 她的爱 是穿越千古道 一字伤感没有 聚聚都是伤感 半点力量不用 处处都是力量 不如像 怜耳底下 听人笑语 秉持内心就好 居灵安繁华 听他人笑语 做自己 风雨停了 在夕阳落下的 最后的一刻 夕阳又出来了 他的词 温暖了 我的黄昏 落日荣经 五云何壁 人在何处 燃柳英龙 吹梅的月 春意之极许 元宵佳节 融合天气 次第 岂无风雨 来相照 宝马相处 谢他 酒盆试 中周圣日 闺门多侠 既得偏重三五 铺翠贯耳 免经雪柳 触带争计处 如今巧蹭 风还双臂 爬进 夜间出去 不如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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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怜耳底下 听人笑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